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今天来和大家讲一个 这是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做这个开箱的照片 我觉得拍的挺好看 然后就自己就对不对 就经不起诱惑就买了 这个是寿屋推出的一个新的系列 它的名字的话呢 其实我不是很清楚它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念法 H-E-X-A-G-E-A-R 那么正确的一个翻译的话呢 你可以看到它后方这里有一个代理贴纸 代理贴纸上面有写一个 这里写着一个六角基牙 应该说厂商主打就是六角的一个装置呢 零件的组装呢 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卖点 那这个系列的话呢 有分成两个类型的产品 一个就是这个 所谓的驾驶员的这个部分 像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一个 它就是一个驾驶员 它是一个轻装系列 然后它的类别叫做Rose 就是Rose应该是玫瑰吧 还是墙尾形 然后呢 除了驾驶员的部分之外呢 就是交通工具 在把这些零件分解之后呢 就可以从所谓的比较接近于动物的形态 转换成交通工具的形态 也是有一点变形的概念 当然是就不像变形金刚 是一体直接变形啊 那么这个驾驶员的部分呢 通常一个价格呢 大概是台币大概是450块钱到500块钱不等 也就是人民币的话差不多就是100块钱一个 那首先要讲的是 它是必须要自己手动去做一个组装的 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自己手很残的话呢 就不要轻易尝试 或者是你可以先买一个 这个所谓的这种驾驶员的系列的话呢 组装来讲都是比较简单的 那这个内容物的话呢 还有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会完全教导你怎么做一个组装 其实也不用特别去害怕 因为呢像这个现在的这个组装的话呢 是这样子 你像这一块这里布丁 它这里写了一个F吗 对不对 它就是属于这一块布丁就是F 然后你像这里有一个F3的这个符号吗 你就是找F3这块零件出来 然后找个E1这个东西出来 然后做一个组合 其实难度可以说是非常的简单了 非常的简单 那后方的话 它的这个说明书这个地方 还有告诉你 如果你要自行自行上设的话呢 它这里会告诉你用什么样子的一个 比方说本体是红色 然后本体是white白啊 然后这样的 就是一个告诉你要指定用什么样的一个配色 还有一些基本人物的设定 选这个当然是女性角色会优先玩玩看嘛 这是很正常的 然后有一张印刷的非常精美的一个卡片 那这是一个对不对 夺命剪刀脚 你看可以看得清楚吗 还是说我只看到屁股 我没看到腿啊 那这个里头的话呢 它这个脸部的话是做的非常的精细 很精美 当然这个玩具本身呢 因为非常的小 玩具有多大呢 这个上面它直接有告诉你 它是一个74mm 也就是74公里 也就是7.4公分而已 它的本身的玩具 可以说是做的非常的小 如果说你跟我一样是属于变形金刚迷的话 它大概只有比Legion级的玩具高一点点 那组装的过程呢 刚刚有提过 它其实组装来讲并不难 但是呢 如果说你要做到很精美很漂亮的话呢 有一些 这个 剪掉的一个 这些 剪掉的这些 这些口的部分呢 像这个 你可能如果你要做到很漂亮的话呢 可能你要自己再做一些打磨 像大腿这一带 紫色布点这边都是需要 自己做一点打磨呢 它才会更加漂亮 像它身上有几个可以替换的部件 首先是 它的这个 后面这个发型的部分 它呢 一般来讲 公布的这个图案呢 都是一个马尾形状 马尾当然是 很多人喜欢的 而且这个是比较标准型的一个配置 都是用马尾 但是我个人来讲的话 是比较喜欢 另外一个把它卷起来的一个样子 那这个马尾的话 它是本身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所以你本身是可以做一些 角度的一个扭动的 这个是完全看你个人的一个习惯 那我是喜欢另外一个发型 我们把它给取下来 另外一个发型为什么比较喜欢呢 就 第一是方便把玩啦 马尾的话 虽然说 有飘逸的功能 但它实在是太 太长了一点 基本上还蛮妨碍可动的 另外一个则是说 这个发型比较像这个 对不对 禁忌的剧院里头那个阿妮嘛 我觉得这个金发的这个女性 这种这种发型就特别好看 但是它本身的这个头发 这个替换部件呢 跟本身这个头的这个 头的一个本体的话呢 是有一些色差的一个问题的 这个问题也不是也不是很大啊 然后前方的这个发型 这个垂下的这个刘海的这一块呢 比较松 掉下的几率呢 我觉得是稍微有点大 看你是不是要自己做一点补强 然后两额这两个是一个 尖额这个造型 那它本身强调一个 呃这么高可动的情况下 它这个头本身是一个球关 这样子 非常灵活 360度的旋转没有问题 而且它的一个头的话呢 是有一个脖子的话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零件 往前往后 搓动 都是没有关系的 刚这样子 对不对 这个是传说中帮帮这个金法美女绑马尾的一个经典的照片啊 然后手臂的话 平许没有问题 然后这里是一个球形关节 二度肌本身可以转动 所以呢 你可以利用这个本身肩部可以转动之外 二度肌还可以再转动 然后再配合轴部的一个关节 配合手部零件做出一个镜里的一个动作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这个身体的话呢 腰身可以动 还有一个这里腹部这个地方可以往下蹲下来 那么呢 它的一个胸部的这个部件呢 白色这块部件呢 应该说身体这个部件呢 是软胶部件 这个绝对不是说为了把胸部做成软了 并不是的 而是它的一个身体的一个内部呢 是有一个内部的一个骨骼的 你要把内部这个骨骼呢 穿到这个衣服里头去 所以它这个有点像 各位有没有看过这个七龙珠里头 那个贝基达呢 拿了两件这个 赛亚人那种穿的战斗服 给克林跟那个乌藩穿的时候 他们不是把这样战斗服这样拉开吗 差不多拉开的感觉就像这样子 然后拉开之后 把一个内骨骼给穿到内侧去 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组合了 然后腿部的一个可动的话 往前往后踢没有问题 但是这个腿的话呢 是比较可怜的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很多女角的话呢 为了做出这个臀部 你可以看它这个臀部的一个部件 臀部的部件呢 是连在后方 它跟腿的部分是分开的 所以你往后踢的时候呢 就一定会被腿部这个地方给去挡住 你看说臀部挡住腿部了 这个做法的话 像如果你要改造的话 可能是把这一块削掉吧 就完全把它变成是一个 就是小钉的样子 才比较有可能提供 往后踢的一个可动性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有一个 这里外白内收也是可以转动的 也是可以转动外白内收 然后那个膝盖最大 可以弯超过于90度 那么呢 这个高跟鞋的一个部分呢 是往前往后 往前往后都可以动 膝盖的话呢 是这里 它有一块组合的一个部件 以及呢 它这个地方呢 是有一个凸出来一根钉子 这个钉子呢 大概是我觉得 整个人形态呢 在组装过程里头 我觉得是最难组合的 因为你要把这个钉子呢 这样打穿过去呢 我觉得是需要一点点高度的集中力 再来就是说 它这个脸部的特写 其实脸部呢 并没有做出五官的样子 它的一个眼睛呢 这个地方是空洞 挖空的 然后直接把这个墨镜的部分呢 给戴上去 所以呢 其实并没有其他五官的刻画 可能 勉强来说的话 就是说鼻子的话呢 嘴唇的话呢 从侧方的一个情况下 勉强能够看得出来 面相的话呢 我只能说没有做坏 因为根本就没有脸 当然也没有 没有机会让你做坏 但是你说要做到 有什么像这个后方的这个 卡片一样 这么精致的五官的话呢 那我只能跟你说 不要想的太多啊 其他的几个替换部件的话呢 有一些呢 我就也不想 不想把它拆出来了 因为这个本身 没有另外一个收纳的盒子 它有一个拳头 以及持这个短臂手 还有这个是 手臂是一个爪形 可以握武器的一个状态 我呢 只取出了这几样东西 给各位做一个说明 首先是它的一个背部 背部这一块部件呢 它这里有一个 六角形的一个空间 那么这个六角形的空间的话呢 你可以按插两样东西 一种呢 是这一块部件 这块部件呢 这个 这块部件 你可以把它按插进去 那么因为它是一个 六角形的一个形状 所以呢 你这个地方 你是可以调节 你要的一个 转动的一个方向 比方说 我们现在以这个方向呢 作为一个展示 然后这个武器的话呢 你可以呢 直接的从这个地方 插下去 这是一种展示的方式 这是一种展示的方式 你也可以插它的另 讲到好像很邪恶 你也可以从这个地方 放 也是可以 或者是说呢 你把这一块部件呢 拔出来之后呢 做一个转动一个角度 因为它是六角形嘛 所以它一定是有一个 特殊的一个转动方式的 看你是喜欢把它 背成什么形状的一个 OK 握法 变得好像刀架一样 OK 这是就是它展示的一个 应该说的话 它这个系列呢 有这么样的一个噱头 就是说它这个 六角形的这个零件的运用呢 是它的一个卖点 那可能呢 在做一个载具形态 也就是这一些大型的机器 载具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在机体的转换 变形的时候呢 可能这个部分的运用会比较多 在人形下的话呢 目前是感受不到 因为毕竟它人形 没有什么所谓的一个动物形态 跟载具形态的一个变化 那如果说呢 你不想要这个可以配武器的 这个零件的话呢 它有附另外一块 一块也是一个六角形的零件 你可以把它给填补起来 但是呢 我个人是不觉得有必要填补 因为这一块部件呢 一旦你把它安上去之后呢 它并不是很好再拿出来 所以你还是三丝一下 三丝一下 所以稍微扣一下 OK 但是拔下就可以了 这个反正是在后方 不是很重要的一个零件 那其他的话都是一个 手部的一个替换 手部的一个替换很简单 这是一个球形关节 一扭就下来了 然后就换上去 它这个有的手臂呢 有的手掌呢 是直接的把武器呢 就直接做成是握在手上那个样子 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喜好 你想要怎么样的去做一个摆放 那我个人的话呢 给这个东西的评价是 我只能说这个要相当的有爱啦 因为呢 首先第一它需要自己组装 那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么多时间 那你如果要落载具的坑呢 我觉得 嗯 你要看你本身是不是有那个组装的能力等等 有的没有的 而且你如果要把它玩得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你既然要组装的话 是模型类的话 可能你自己再上个颜色啊 什么的会比较好看 那我自己的话 第一没有时间 第二手残啊 没有相当的一个能耐去把它做一个更加的美化 所以可能也就只能稍微这样玩一下 就试一下这个系列 那它这个附带的这个另外的这个武器呢 这个按照说明书的讲法是都可以扣在侧边 这也是它为什么这个地方是有做出一个突了啊 这个提一下也并不是非常的重要 那其他的部分呢 就看各位你有没有兴趣再多做一个更深入的把玩 就是我看载具是感觉是挺帅气的 那就利用这一集跟各位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